经典抗日谍战剧,潜伏只能排在第二,第一排他众望所归。 在刚落幕不久的2018年,电视剧品质盛典中,柳云龙主演的《风筝》,斩获双奖赢得了众人称赞好评,而在国产剧中经典的抗日谍战剧其实也是多不胜数的今天源头军,就给大家罗列包括《风筝》,在内的五部经典的抗日剧,喜欢的可以马走《风筝》, 这波扣一度好评几乎赢得了众人好口碑紧凑剧情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 加上柳云龙的演技获得一致好评,是毋庸置疑的在刚落幕的电视剧品质盛典,斩获双奖更是实质名归潜伏。 孙宏雷主演讲述了国民党军统总部情报处的余泽成契案投名,成为潜伏在军统处。 地下党的故事该剧于2009年在黑龙江、东方、北京、重庆卫视上兴播出后,也是一度获得好评热播后,更是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以及受广大观众喜爱的连续剧。 精彩的情节与鲜明的人物塑造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把此类题材的电视剧提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暗算暗算,是柳云龙较早之前的一部经典的谍战剧,也是凭借着该剧的好评让柳云龙一度赢得了观众的认可扑朔迷离的情节,扣人新闲剧情,以及悬疑设置的精巧,加上出人意料的剧情发展, 更是让观众在没有观看下一集的时候,几乎猜测不到剧情的发展。 一部几乎没有当红明星主演的电视剧,在热播后一度喜获好评,豆瓣评分高达9.2, 更有网友评价道红色开创了抗战剧的新类型,正把国产推理悬疑剧,做到一个新高度。 在案件的设置上,红色也填补了国产侦探悬疑剧的空白,伪装着这是首部凭借着颜值和一群又有实力演技孩的演员撑起的一部谍战剧,热播后也是一度引来众多剧迷的追捧和喜好。 该剧融合了谍战剧元素,悬念和人物命运交织,剧中的演员走位,还有的是导演对画面的调度和处理都很精细,剧情节奏与观众的心理期待相得一张,观众被自然而然地带入戏剧情镜中,与人物命运感同身受。